这是一场一个人的爱情 金月灵一生竹林而居 跟随着林慧音从北平到云南 走了大半辈子 却只站在她不远处陪着她 从没有一次越界 她终身未娶 一生思念林慧音 到了晚年 人家给她看了一张林慧音的照片 她却像要哭出来 紧紧着握着照片 像小孩一样求情道 给我吧 人家请她给林慧音诗集写一篇序 她沉默良久说 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 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 我不愿意说 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你说 这些没有机会说出口的话 会是我爱你吗 1931年 金月灵在北京总部胡同 第一次见到林慧音 她本来只是好奇 这个让好友徐志摩抛弃气子的女孩 到底是什么样子 却没想到一件灰音 雾终声 她太欣赏林慧音了 她说她是那么迷人活泼 富于表情和光彩照人 简直想不出更多的话来形容她 人所供知她的爽直前卫 拥有天赋天分和聪明 她激情无限创造力无限 她的诗意 她的敏锐的感受力和鉴赏力 总之 人所渴求的 她应有尽有 出去学究气 学究气的反面是丰富多彩 一个人学究气越重 也越丧失色彩 看看林慧音那么丰富多彩 而可怜的我 如此苍白 彻头彻尾的苍白 你想 金月灵可是出了名的风趣幽默 她却说自己在林慧音面前 苍白无趣 她得有多爱林慧音 林慧音简直是她的月亮 她的女神 她对林慧音的欣赏 已经超出了男女之间的爱 她不满足于自己离她太远 干脆就把家搬到了总部胡同 和林慧音一家同住 除早饭在自家吃外 中饭晚饭 大都搬到前院 和良家一起吃 她每天都去给林慧音 用英语诵读各种报章读物 陪着林慧音的两个孩子玩 后来抗战爆发 大家在逃难中失散 金月灵便花了几个月 从香港绕去云南 在林慧音家旁 盖了个耳房 继续陪着她 此后去礼庄回北京 她和林慧音一家再也没有分开过 直到林慧音去世 在追悼会上 金月灵眼泪就没停过 却也只能送上一副晚帘 一身诗意千群铺 万古人间四月天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这句话运用在金月灵身上 再何时不过 她九十岁时 忽然有一天 请老朋友们吃饭 朋友们收到通知 都一脸茫然 到了以后 她才宣布说 今天是灰阴的生日 一众老友不禁潸然泪下 她就这样爱着林慧音 念着林慧音 以没有丝毫破坏性的方式 参与着林慧音的人生 不计成本 不求回报 她是真正懂爱情的人